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诶 大家应该都非常了解这种大特的standby skill 啦 他的火力就跟这双人一样 机器的越多就越强 那么他的机器条件就是 每一次我方的队员攻击的时候就会掐进一次 那么如果只纯靠连击啊被动连击来叠的话 肯定不会跌的那么多啦 那么这一次就有发现到一个点 因为他所需要的就是每一次攻击嘛 也就是说把它主在可以带反击角色的队伍内 那么他跌起来就会更加的快 因为敌人攻击次数越多他反的越多 那么就来到的攻击就会越多 就可以越好地跌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这一张大特自己有抽到的情况下 把它主在头脑战类别 然后让这一些角色上场 那么就可以跌好跌满 当然这些角色有些已经是相当难用了 那么这张大特的未来 我觉得应该就是等这一张 利爽人极剑在之后 那么把它们组起来 绝对会是好玩的啦 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抽到这一次的话 我就用这样子的队伍 然后 塞亚超人 原本 他的这个被动是有一点麻烦的 时空穿越者类别 刚刚好 这个队伍就是时空穿越者 全部满足的情况下 他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实力 这本就可惜的是 连接没办法到点啦 但是大家就来看一下吧 我们稍微来用一下 用在这个超义形容的关卡啦 然后Wiz也带着 然后我多带了一张这个 提兰贝 提兰贝这边可能 没办法做到太好的发挥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是尽可能的让他不要去死就好了啦 所以Wiz当然是要用的时候 所以马上把它用出来啦 我们就来尝试一下这张大特看 可以累积到多少的攻击 行きます 好像我不应该带这个提兰贝褥 哈哈哈 耶阿伯阿伯 OK 碎啦 至少有开多一发 最好再来发一发啦 我获10万啦 我刚刚好 刚刚好撑得过去吧 10万5千 最后一下 希望不要死 11万 我敢这么越打越通的 烦了咯 呵呵呵 那么就重新来过吧 OK 这边的话 因为提兰贝刚才扛不住的关系啦 我稍微调整了一下 队伍啦 我把那个Gatai Zamax的两张 给放进队伍内 然后他们两张在联机上面 也是有机会可以联到更多 动画忘记关掉 算了 可是这边的登场演出有点多 靠 三个登场演出 哈哈哈 看到麻掉 斯塔尔 你自己没有丑到真的是有点小麻烦 呵呵 Yos 達特 引擎六個 Exit 好 Dick OK 這邊就這麼個擺法就好啦 啊 呀咧呀咧 看一下 24萬25萬 財星大佬就是財星大佬 對 財星大佬這邊是點了什麼東西啊 25會行嗎 這邊就隨便過渡先吧 659萬這個火力 那支援隊主要是為了Gratos 三個帶的啦 因為沒有支援隊主要的話 他在這邊連結不理想的情況 有一點辛苦 所以這邊就特地帶給他啦 可是財星大佬 你就差不多一點齁 因為我們要回合術啊 我不需要打快 快點讓我的這個大特 快點讓好友的大特進入standby狀態 我靠1440萬的出燈火力 他這個大特的強度就是 從頭到尾都是一致的強悍啦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不錯的 可以無限疊防 然後每一次比賽也可以增加防疫 然後又有減傷再提升 各種各樣的強點啦 但是大特 你一個人就把對面給K死了 你知道嗎 你差不多一個人就要把對面給K完的 你知道嗎 大特哟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哈哈哈哈 整個人都要麻掉了有沒有 喔賣 吃藥斯基 這邊應該會還好一些吧 總之就是道具的方面齁 一定就是要把他留好留滿就是了啦 然後等下就打算讓 Begito跟Begito都放在一起 因為 不管是五周年藍貝還是我們全球的藍貝都好 他們的累計攻擊次數是最多的 當然也是要那個五周年藍貝滿氣的狀態啦 打第三下嘛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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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OK 必殺在他身上 應該死不去啦 上一輪有降過攻 41萬 痛 不過大丈夫です 下一輪可以補回來 哇靠 喂 吃藥斯基 太猛啦 哇靠 回血 20% 這邊稍微回血 嗯 Begito的話 沒有疊到其實是沒什麼關係啦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呀 Nice 這樣就讓我們的大特來疊吧 也算是好死 靠 你的靠喔 靠 我們的這一個 哪裡 你在做什麼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Oi Tamer 直接滅掉 靠欸 哈哈 也太過分了 嘛嘛嘛嘛嘛 這邊的話 大家都還蠻硬朗的 所以應該是大丈夫です 然後 然後 那一個 詹馬 目前應該也是有一個 40 40是吧 60%減傷 詹馬 422萬的火力 滅耐賽喔 還可能這樣會會心 超猛有沒有 然後下一輪第五回合啦 OK 60%減傷 開完必殺之後 硬棒棒 咧 大丈夫です 17萬 簡單 然後 按照這個血量來看啊 噢 靠 怎麼你會被打這麼多 明明有30%的減傷 這30%減傷都搞不住了 太誇張了 那這邊照我自己來看的話 應該是沒辦法把敵人K死嘛 所以這邊就 Standby skill 然後讓大特走3號位 然後等下再移過去下一輪 22萬 50萬跟46萬嘛 哎呀 忘了開一下 我們就重新來過吧 OK 為了看動畫 所以就重開了一下 嗯 這邊大特就Standby skill 進入 都怪我 都怪我 揮人 都怪我 都怪我 救我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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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OK 這邊的話啦 然後我剛才在重開的時候有稍微想了一下 我覺得這麼個白髮其實是ok的 應該是可以直接把對面幹爆 主要就是把這個Vegeta 副子的主動氣開上來 這樣他們必定會行嘛 ok 這樣子的話血量就壓掉一段了 然後等一下在打到Xamas之前會有一個全體攻擊 這樣Xamas也可以必定連擊必殺 那麼不管怎麼樣子啦這一輪都是有直接把對面KO的可能性 這邊我就是比較不太想要回到血 如果必殺是可以開在北基大副子身上 把血壓到50%一下 那麼就是完美 但是就總是不完美 所以開在這邊 欸有耶29000 有啦50%一下剛剛好 欸剛剛好 nice deck 1646萬的大特 歐拉 會心一擊 靠搖 沒關係 MOTO 25點的會心 會心一擊 歐拉 nice 再來 已經是3 第三斬 歐拉 歐拉 第四斬 啊靠 沒關係 沒擊到 欸還有 哇 五斬 歐拉 死了 OK 我吃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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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力 寄陷 燃燒 靠 鬥子 兩天泡 笑 OK 北基大副子 一發 dice 接著 兩發 第三 靠 不會吧 不會打不死吧 不過應該沒關係吧 痾 詹麻斯 你沒有可能打不死對面對吧 咱們 不怪咱們 咱們 有沒有 491萬 請你來個三連擊 謝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OK 碎啦 必定連擊 這邊的話 5 6 7 8 9 再加上主動機已經累積10下了 碎啦 有沒有 那麼 這邊就是 好好的 讓我們大特拉 疊好 疊滿 Savetchit Bruda 第一次變身 喔 這個樣子的話 當然是這麼個白髮啦 10下嘛 這邊就 這樣 主動機 1下 OK 這樣子就11點了嘛 再來就是 2個威士 這個是絕對要的 那麼我們來算一下先 這邊有 前面1 2 3 4 4下 然後這邊有3次全體攻擊 那麼這張可以反擊7下 非常好 OK 好 嗯 次 好 道具已經是開完了齁 80%減傷 80%減傷 還扛不住 那我也沒什麼好說啦 Vegit 雖然說是在最尾的位置啦 哇靠你鍋子先攻必殺 有沒有搞錯 大哥 沒敢用啦 80%減傷 要死 喔可以 我這樣是少一次反擊的 幹 煩的咯 不過沒關係 450萬 OTA 可是我要的不是你的輸出咧 OT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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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剩下的話就一路順順過去啦 然後下一輪讓大特 來一個終極劍斬這樣子就好啦 那麼Vegito這一邊 可以反 可以觸手 觸手 那邊已經是 1 2 3 4 4下 5下 這邊第二發 好期待喔 然後站在最尾位 3號位的Vegito 1 2 3 最大4發必殺的可能性啦 最大4發必殺的可能性啦 或者觸手4次的可能性 五中年藍輩 好爽 可是因為 讓這個Vegito 站在這個位置的關係啦 他最大也是只有 6發 5發必殺罷了 最大行動5次啦 不過看起來好像沒有 等下下一輪的時候 我們再數一數好了 我也不知道現在到底是多好下的 不過應該是有機會超過20下啦 這個反擊就是爽 如果這邊三張角色都是可以反擊的話 那個大特真的是跌到一個不要不要的 不過很可惜 沒有這種事情 OK 然後 然後 激烈的反擊 激烈的反擊 nice 這個 賽亞超人3號啦 他真的很猛 看看他的那個輸出 沒有連結 百萬的反擊 提超貝 你看看你 呵呵呵 不好意思 我又把提超貝拿出來念了 所以說提超貝所呈現的方向不在這一邊 話說今年的北極多啦 除了五周年之外 官方跟他強化上來 全部都是走那個防禦面上的 好無聊喔 OK 四下 nice 有啦 我跟咱媽就不要管他了 這邊就這麼個擺法 嗨 一二三四五 對 總共 26點 那麼這一倒下去 應該會蠻爽的啦 對 いくぜ みなさん オリア 我跟咱們的生命 都被人生命 都被人生命 噢 噢 3232萬 哇 這個火力 好像也還好 哈哈哈哈 嗯 但是就這樣子一輪這樣累積下來 然後我們可以 就是靠著反擊結射的話 他的這個 stand by skill 的那個點數 就可以疊得很快很多啦 嗯 那麼這邊 反正都有兩個道具的情況下 就 也沒什麼好留守啦 讓大特去斬掉這個異形龍 就來結束這一回合好啦 這個就是我覺得大特未來的 其中一個使用方向啦 靠著反擊角色 讓他的這個 stand by skill 的那個充能點 多多易善 越疊越高也好啦 嗯 唉 這個就隨便吧 80%減傷 簡隊是很輕鬆的 呵呵 多 一千二十九萬 slash 再來 yes 687吧 蛤 我特地想要讓你做絕殺的位 你竟然給我表現的這個樣子 嗯啊 大特做球給你 你都不會收好 算啦 反正就這個樣子的情況啦 這個大特這個這個方式 這算是我的大特未來使用的其中一個方向啦 那麼 等 頭腦戰那邊 類別的利雙人啦 齁 也 極限在上來之後 這個大特應該就是用來做那個 終結技的時候啦 可能就把它擺在三號位 然後頭腦戰類別 反擊反擊反擊 然後到大特再次登場的時候 直接終極一展把敵人給解決掉 大致上就這麼個的感覺啦 因為目前這個隊伍剛才就有抽到了啦 最前面的 因為我沒抽到 所以只能勉強這樣子 來讓大家感受一下 靠著這個反擊之力出來的東西 如果 因為像這種關卡 有全體攻擊很多的嘛 那麼如果是反擊角色夠多的情況下 那麼就反擊反擊 反擊反擊 那麼就可以獲得Double的那個 反擊次數以及攻擊次數這個樣子 那麼大特也將會變到更加的 大致上是這麼個樣子啦 就是 把他的Standby SKILL的那個充能點 無限的往上拉伸這樣子 OK啦 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JAMATANI 拜拜